1号这个日期是如何确定的 那么在党史上也是有明确的来历说明 但是普通老百姓或者说一般民间的人士 更是不知所欲 那么接着 成功博语周佛海回忆录的诵读讲解 可能一般朋友就会大致有一个很清晰的理解 为什么7月1号在上海 法租界有这样的石库门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事情 真相到底是什么